大家好,我是欣里 今天想要做一期公开的 我跟网友回复网友的email 这样一个内容 因为有很多网友其实问的问题 都有它的典型性 所以拿出来能够公开的方式去聊这个话题 是能够帮助到很多有的同样问题的朋友 然后想跟大家讲一点 就是千万不要叫我老师 你在传你作品过来的时候 称谓就叫我欣里就好了 我的名字就叫欣里 这是我真名 然后不要叫老师 因为我觉得老师是一个非常崇高的一个称谓 只有你能够在专业机构里面任教 然后你可以帮助了很多人 这样的人才有资格被称为老师 普通人请不要去这样称呼自己 因为真的是对吧 所以话不多说我们进入到主题 这个同学姓王 然后他是一名导演系毕业 从事导演工作的摄影爱好者 然后呢他看了之前我推荐的那本金字摄影 非常非常好 因为这本书真的太伟大了 然后虽然有很多看不懂的地方 但是看得懂的那些照片对他起发很大 我觉得这是我第一个要回答的问题 这个问题就是他当然没问 但是我要回答 我觉得这是一个问题 就是很多人他去尝试在阅读一本书的时候 想要找到完全的答案 然后想要好像完完全全读懂这本书 然后觉得没读懂这本书好像就错过了什么 千万不要这样 我觉得尤其像这种摄影史这样的这个作品呢 这么厚重的一本书 里面有200多位牛逼的摄影师的作品 你为什么要全部懂 不会觉得自己太贪心了吗 对不对 只要有那么几个 不要说有好多大半 你有没有几个摄影师让你有了全新的对摄影的认知 我觉得这本书 200多块这本书已经做 已经完成了他的使命了 最牛的就是 其实我们会因为自己的阅历 还有我们的认知的不同的迭代提升之后 我们再回头去看 你都会找到不同的新的答案 所以你一个时间 比如说你20岁25岁30岁35岁 每个阶段都有每个阶段是对世界的新的看法 那你再回过头再去看 有些作品你可能就会明白了 没必要让自己强迫自己在自己当下阶段 什么都明白 只要能够有对你做到有影响的 就是值得了 这本书就是值得去看的 那么他看完之后就有了一定的思考 然后就去做了一套作品 做了一个作品 那么这是我偶然拍摄了两张构图很类似的照片 后突发的想法 生活在城市中看到的大部分建筑千变不离方阵 现代都市建筑看似各有风格 但是实质上还是千片一律的 我想的是拍摄相似的建筑物 再通过排版的方式视觉重构 我对于这个作品马上要有一个回应 第一很好非常好 是他有了想法然后去做 那么这是第一步完成了 但是第二步我觉得数量上是欠缺的 只有一张 我认为一个成熟的作品 或者是一个挺体系的作品 它是要有一定的数量 数量的积累的 如果你只是一张照片的话 或许 比如说你写一本书 有些好的优秀的创造书 整本像字典一样厚的书 都在讲一个观点 但其他都在论证它 但你只有一个例子 很难论证一个观点 所以一样的道理 你只有一张照片 你很难去让我对你想要表达的思想 有强烈的连接 这是我给大家第一个建议 就是说能够在这个基础上 完成更多的作品 然后放在一起 那这样的话 我觉得作为一个作品 完成度也好 震撼也好 都会比现在要强很多 现在就一张照片 我看完之后 我会觉得啊 没了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 我觉得它上面的内部逻辑 是有一定的内部逻辑 可是有一点点牵强 而且主观性特别强 我觉得一个作品 还是要 不要太强烈的侵略性 什么叫侵略性 就是它说这个看似各有风格 然后但是实际上是千篇一律 它的这样的构图啊 故意的选择这个90 然后再进行拼贴的方式 让我会觉得你是不是故意的 要主观的 要逼迫我去觉得他们是千篇一律的 不然为什么是这样的形式呢 为什么需要用这样的形式才能够去论证你这个千篇一律呢 所以这一点上啊 我觉得 呃 是有点侵略性的 是有点强 把他的思想强加于在我身上的 所以这样的作品呢 本身它的力度 对我来说就是强压的观点 呃 力度都会少一点 所以中性的东西 在表达一个问题的时候 中性的角度 呃 会更有力 比如说啊 说南京点 比如说我看到呃 大家一起在 红托说这个器材好 那大家的浪潮都到都在评论器材 其实我心里啊 康量的视频火很大 但是呢 我不能直接去骂这些博主吧 因为他们大家过生活不容易都想火 对吗 呃 呃我不能这样去偏激的去攻击他 当然我有另外一种方式 就是我拿出我觉得比较好的方式 去分享知识 或者是怎么样 我现在在做的事情 那呃 是中立的 没有去说他们 但我现在已经在说 不是说我那个说啊 就是我这个行为本身是种中性的 并没有说 啊去拍一个很强烈的东西去去骂他们 所以呃 你保持中性的东西 大家觉得哦 我觉得你好像对 我我我用 我用一种被动的方式去接受你 啊 或许是比你主观的去填压别人 呃更 我觉得更有利 所以这是我第二个建议啊 我我只是举例子 不是说要要那个啊 所以 这是我的看法 那么我想要推荐出的一些读物呢 是这本 啊 我们每次啊 我都想要说一句非常有点土的老话 打引号土的老话 就书中自有黄金物 很多时候当我们想不明白问题的时候 去阅读啊 就一定能够找到答案啊 找不到也是时间问题啊 对 然后呃 这个 呃 我要推荐这本书呢 是呃 三本博士的直到长出青台啊 三本博士的话 大家可以百度一下啊 是我最喜欢的三大摄影师之一 然后呢 他的这本书的开篇呢 就有一个系列 就是很有名的 他呃叫做一九呃出自于三本博士的建筑系列 一九九七年的呃 到九八年的两千年都有 对 呃或是两千一三年的很多很多作品啊 他都是在拍建筑 那 首先论证了我刚刚说的有一系列 他这套作品的系列数量蛮多的 拍了各种各样不同的建筑 他拍的方式很有意思啊 我看出来有些时候把建筑拍成像坟墓 有些时候把建筑拍成像墓碑 然后有一个大同样的特色就是他的这些建筑呢 都是虚的 都是虚焦的 那么呃 每个人看他的作品都有呃 他自己呃 不同的看法 我也不想要主观的去灌输你我对三本博士的理解 但是我想要呃 通过这个机会呢 阅读一下当中那些呃段落 可能跟他呃 这位网友的作品有一定的联系 呃 试试看能不能启发他 啊 首先呢是 呃 这一个部分啊 他说 呃 二十世纪初呢 各式各样前卫艺术的实验花朵 在欧洲绽放 达达未来派 风格派 构成主义 这些呃 艺术也影响建筑风格 在十九世纪以前 人类居住的建筑基本上是以宗教信仰为中心建立的 发达的建筑物装饰也都是为了表达神的庄严 但是到了二十世纪 宗教的影响力急转直下 追求前卫表现的建筑家 不得不找出当神不在存在时人类的居住形态 在这样的背景下 现代主义建筑诞生了 以没有装饰为装饰 以不易居住为居住 科比义 格罗佩斯 密斯 特拉尼等 一次大战后的短暂和平期间 新的思想 新的表现 新的才能 都在此刻 交汇竞争 同时世界迎来了福特主义式大量生产的时代 对于新诞生的泰勒主义 科比义在1979年的信仰中如此描述 那恐怕是未来的无法逃避的生活 然后还有一段啊 这个 现代主义诞生并扩散开来 当时的人类生活也起了前所未有的剧烈变化 对此我决定进行一番检验 方式是回溯到当时所实际建造 如同纪念碑般的建筑物 尽管我使用的是大型相机 拍摄出来的影像 却是全然模糊 因为我将相机焦点设定在 比无线还要远的地方 透过相机的设定 勉强使影像模糊 这样说吧 我想要窥视这世界不应存在 比无线还要遥远好几倍的场所 却被模糊给吞噬了 然后同时 这个非常有意思 再来说一次它的动机 我想要窥视这世界不应存在 比无线还要遥远好几倍的场所 却被模糊给吞噬了 这个特别有意思 通过利用相机的物理性能结构上的逻辑 来展现心中的一种贪念 这是我对它的理解 绝对有可能是误读 我做个好的作品有千万种误读 我的误读 我的引号的误读 就是我觉得它在表现一种资本主义的贪念 一种空虚的一种执着的欲望 那么这张前面的再回看前面 它当中那个世贸大厦的这个照片 特别有意思 这是它在1997年拍的 三年之后911事件发生了 这张照片的时候 这个双塔是非常震撼的 在纽约来说 这是非常地标性的建筑 但是用它的方式拍出来 就感觉像是墓碑 就已经在暗示着它的厄运的 这种不祥的 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当然这是后话了 可是它当时的这个 拍这个作品的动机 这里已经写得非常非常清楚了 非常中性 那你也 它也不会说 我就是觉得资本主义非常糟糕 怎么怎么怎么 它没有抨击 它用它自己的 审视自己的一种状态 或者是想要用摄影 去创造什么样的一个动机 通过这个动机 再去产生这个意象 好像你要抓到越多东西的时候 越迷 其实最终越迷茫 这个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有意思 值得玩味的 值得去看的 一个伟大摄影师 对于怎么去通过拍建筑 去展现他想要表达的一个思想 建筑师 着手设计新建筑使脑中 首先浮现建筑应该有的理想姿态 然后逐步形成设计计计划 绘制设计图 但一旦开始施工呢 便如同日本的政治基金规则法一般 逐渐远离最初的理想 最后成型的建筑物 便是理想和现实妥协的结果 建筑师可以抵抗现实到何种程度 就能证明自己是何等一流的建筑师 换言之 建筑物是建筑的坟墓 而我面对这些建筑的坟墓 将摄影焦点 对在无限远 拍下阴魂不散的建筑魂魄 之后我在芝加哥现代美术馆 替这些建筑冤魂 举办了摄影展 这个非常非常非常有意思 他觉得所有的建筑物呢 都是背离了他原本应该出现的这个状态 因为呢 建筑师必须跟我们说甲方爸爸 这在日本也有 也有甲方爸爸 甲方爸爸永远存在 这些甲方爸爸还特别没品味 对不起 讲激动 因为有时候从事广告行业 真的想吐槽几句 这个 你必须跟甲方爸爸妥协 所以当你要做一个 你觉得特别牛的东西的时候 你能够叛逆多少 就你能够别人 甲方爸爸能包容你多少的叛逆度 决定了你这个人多牛逼 但是回头来看 这些建筑都不是 是这个建筑设计师 他脑子里本来就有的这个状态 所以所以来说呢 他多少都已经死掉了 所以他在拍一些已经死掉的这些建筑物 那他觉得拍这些建筑物呢 都是已经在拍他们已经死掉的冤魂 所以我觉得逻辑上是非常非常有联系的 这刀作品啊 他有两个 其实在探讨两个问题 一个问题是 他自己啊 从自己去自己出发啊 然后利用相机的这个物理特性 然后去去去去去象征 抓的一个多 想要去抓越多东西 其实会越迷茫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在讲 我们说作为原创者创作者之前 在跟这个市场的妥协 你永远做出来的东西 其实都不是真正你想要做的东西 都已经死掉了 所以他为什么要把这些建筑物拍的像 这个冤魂一样啊 像墓碑 像死掉的东西一样啊 这个作品我觉得跟这位同学 他想要讲了这个建筑和这个世界的联系呢 我觉得是有一定的相似程度的 所以我推荐给这位王同学 然后接下去呢 他做的这个另外一些作品是 他在这个艺术馆里面看了很多观众在艺术馆里面 到底看什么究竟想看什么 他拍一系列的照片 观众在展览中心 什么都看就是不看正常的展品 其实他我能明白他的动机 就是上海也是一样的道理 我们在上海有很多这个牛逼的美术馆啊 什么龙美术馆啦 西安啦 这个当代艺术馆啊 什么包括我自己在的这个M50啊 艺术园区啊 每到这个结架的人就会发现一大堆的这个朋友 这个谈恋爱的谈恋爱啊 这个穿的很时尚的很时尚 跑到这些艺术中心去 大量的自拍啊 大家没有花时间去认真读一读这个 对于作者的介绍也好 他的这个对于作品的阐述 但大家都在自拍 我能明白这些 其他的这个我们说摄影爱好者 他们看到的这个问题也是 我觉得这种现象怎么说呢 呃 如果说你没有足够的认知能力 你没有读到足够多的呃 对于艺术的鉴赏能力和和理解能力 你跑到一个好地方呢 尤其是做美术的这些地方 或者做艺术的这些这些呃 空间呢 你你你更多的会被这些形式的美而吸引 那其实艺术真正的美不在于形式 我说过了 而在于里面的思想内核 就像刚刚三本博士作品一样 你说黑乎乎的那些呃 建筑这样的模糊的有有有有什么好看呢 为什么一张照片现在可以拍这么高的价格 因为他的思想维度实在太高了 所以呃 如果你只是被艺术品的表象和形式吸引 我觉得就是抓了芝麻放了西瓜 但是不能怪这些人呃 有些时候我们需要非常呃 好的这个教育的累积 还有呃 知识的累积才可以达到那样的鉴赏能力 那么呃 这需要我们不停的努力 所以我知道这位呃呃 王同学他拍这个照片的一个心情和动机 可是这个作品呃 显然也是数量上 我觉得呃 非常有问题 就只有两张 太少了 我没有呃 办法去接受到更多的强烈的论证 然后同时呢 呃 呃 呃 在观看上呃 我也并没有呃 很好的抓到他的意图 他说什么都看就是不看正常的展品 这里没有展品啊 我只看到了一栋墙还有人 人却是没有忘到艺术品我不知道 但是我我没有看到这个人不看呃 艺术品这么之间的一个关系 这里我也没有看到任何艺术品 我只看到人在往一个方向看 但我没有看到任何艺术品 所以他之间的这个逻辑啊 我觉得是有点牵强的 呃 但我希望可以呃 这个这个想法其实挺挺有意思的 那么我们怎么样去呃 再把这个系列深入下去 我想给他的一个建议就是呢 其实呃 在今天摄影里有就有一个摄影师 呃 1990年的时候呃 就已经呃 拍了这么一个作品 1990年的这芝加哥 这个摄影师呢 叫托马斯斯特鲁斯 呃 呃 他的这一些作品1919 在1989年到2005年完成 他就拍了大量这个在呃 美术馆里呃看展的人 但他的这个动机呢 和他想要表达东西跟呃 我们这位王同学是不太一样的 他并没有任何主观的想法 他只是单纯的记录这些看展的人 没有任何想要批判他们 或者是呃 想要揭露些什么事情 这是非常中立的一个呃 有一些即时摄影的方式呃 去去拍这些看展的人呃 比较早期这么做的呃 这么一个摄影师 那我觉得你可以去看一看他的作品 然后能否跟你呃 有什么样的启发 因为呃 呃我们在做的作品之前 必须先要呃了解是否有别人做过跟你一样的东西 因为你也是在呃展览馆里面拍看展的人嘛 所以当中的联系我们要找到呃 不要觉得别人做过了我就不能做 而是你要做 但是你要做的跟他怎么样不一样 这个是很重要 不是说别人拍的题材你就不能拍了 而是要怎么拍的跟他不一样 所以呢我建议这个王同学呃 在接下去深入这个作品之前呢 能够看一看这个摄影师叫托马斯斯特鲁斯 他所拍摄这个系列呃 就是拍呃大家呃 在看展的这些人好呃 由于时间的呃 关系呃 今天没有办法完全把他的其他作品呃 进行一个讨论 所以呢就就这两个作品我给他的建议 还有我的一些看法 还有呃 希望大家能够呃继续踊跃投稿 然后我会尽我自己的努力不停的呃 呃把我所学到的东西分享给大家 也非常感谢王同学能够授权我呃呃 去公开的聊一聊我对他作品的看法 好 好